新加坡国籍护照为什么如此吸引人 一是税收优势 新加坡是世界公认的税务天堂 低税富国家之一 较低的个人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 无遗产税 无资本利得税 都无比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二是质房优惠 新加坡政府规定 只有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才有资格购买组屋 这是政府给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专属福利 区别在于 只有新加坡公民才可申请新组屋 永久居民只能购买或租赁二手组屋 外籍人士在新加坡仅可以购买公寓或有地私宅 三是教育优势 新加坡的教育在全世界同样也是位列前茅的 双语结合式教育体系 更有利于培育人才 同时新加坡政府还为新加坡公民身份的孩子 提供从幼儿园至大学的高额补贴 四是社会福利 新加坡的社会福利同样优越 以及医疗制度完善健全 享有各类社会及医疗津贴或补贴 外国人是没有补贴的 仅仅只有急诊减免50% 五是就业优势 新加坡护照在新加坡随时就业 不受限制 不需如其他身份班需要先申请工作或就业准证 这因新加坡护照拥有各种优势福利 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选择移民新加坡 六是护照优势 新加坡护照免签192个国家和地区 2022年第一季度的亨利护照指数 日本和新加坡的护照并列第一 护照持有者可免签进入全球192个目的地 包括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日本 中国都对新加坡护照免签 你是不是心动了呢 你还想知道关于新加坡的哪些信息 请关注新加坡代数学